大家早安安全球現場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台海局勢緊張升溫 其實美國軍方對於台海 可能會爆發衝突的時間點 紛紛做出預測 我們帶你來回顧一下 在兩年前就是2021年的 3月的時候 就是時任的美國印太司令部 司令戴維森 他在聽政會上頭呢 他就指出說 中國大陸可能會在未來的6年 也就是當時的2021加6 2027這個時間點 會入侵到台灣 而最近呢他有訪台的行程 那他在訪台的時候 也接受日本媒體的採訪 又再度提及了這個時間點 所以呢也格外的引發了關注 而另外的是同一年 是美國印太司令部 司令阿基里諾呢 當時他也提到說 這個中國大陸 侵台的威脅 比想像中的還要迫在眉睫 那麼在2022年10月的時候 這是美國海軍軍令部的部長 吉爾迪 他在華府智庫的一場 研討會上頭 他提到說不能夠排除 中國大陸侵台的可能 那他指出這個時間點 可能就在這兩年之間 那麼今年1月的時候呢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他則是說 中國大陸在台海 加強挑釁的行動 跟試圖建立新常態 但是他認為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意味說 中國大陸犯台可能是迫在眉睫 他表示是嚴重懷疑 他認為是不能完全斷言 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那上月底的時候這個論述呢 也是引發了國際間的討論喔 這是美國的四星上將 迷你漢 他在一份備忘錄當中指出說 美國恐怕會在2025年 這麼樣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他認為在這一年呢 美國會因為台灣議題 來跟中國大陸可能發生衝突 但是由於呢現在美國軍方 不斷地聚焦中國大陸的威脅論 其實在美國國內有非常多的說法 有人就認為說這會不會是因為美國共和黨 那麼他們現在主掌了眾議院 想要力保國防預算 所做出的一些帶風向的言論呢 另外華府智庫的學者歐漢龍 他就批評說 美方把嚇阻的重要性跟戰爭可能性混為一談 他認為這樣是有風險的 因為有可能呢 在你這樣子不斷地渲染的狀況之下 小危機可能變得很難控管 會演變成大衝突的導火線 好我們持續來看到的奧斯丁呢 他不久前才說不敢斷言中共短期之內會犯台 但是呢美國空軍司令部的這個司令 迷你漢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四星上將 他就提到說美中可能會在2025年來開戰 但華府的學者就指出說 這其實凸顯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也就是美國的文職還有軍方將領 他們的看法是嚴重分歧的 所以誰說的才是真的 其實他們內部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聲音 但是呢美軍將領此時此刻強調台海有戰爭的威脅 其實是有利保國防預算的意味的 而對於美國軍方將領頻頻提出台海兩岸 甚至美中可能一戰這樣的警告 這華府智庫的外交政策研究院的主任歐漢龍 他就表示美國政府說 中國大陸是步步進逼的挑戰 或者是說是最重要的戰略競爭的對手 其實這樣的論述跟措詞是經過精心挑選 而且這些言論也是經過編排過的 其實目的主要是要說明 美國需要考慮跟大陸開戰的可能性 當然這個用意是希望是要嚇阻中國大陸 不過他擔心說假如這樣子的言論跟態度 持續在美國裡頭 美國的政治圈裡頭來發酵 或者是越來越盛行的話 可能日後會演變成更大衝突的導火線 當然了現在美中關係看起來是相對緊張的 而現在這個月初有個非常重要的外交行程 那麼就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他即將訪問到北京 當然也會就如何管控中美雙方的一些競爭上頭的分析 來做討論那麼現在美國的白宮國安協調官科比 今天就針對布林肯即將在五號到六號訪問北京 已是做出回應他表示布林肯非常期待可以訪問這一次到北京來做訪問 並且處理一些中美之間有所分歧的議題 美方預期俄烏戰爭會是這一次會晤提出的重要的討論議題之一 但是呢中美高層現在恢復對話也會是日後他們在這一趟行程裡討論到 如何恢復一個中美高層雙方可以溝通對話的一個機制 也是一個討論的重點 那白宮現在也指出說大陸為了要抗議 時任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的行程 所以呢在去年8月之後呢 其實雙邊就中斷了非常多管道的通話 其中包括了像是軍事跟氣候變遷這些重要的國際議題呢 其實都沒有再對話過 所以這一次布林肯訪華 他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可以重啟對這些議題的對話 但是呢有學者認為說布林肯此行 其實不會對美中關係帶來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也就是因為呢這個華府當地也有戰略智庫的學者 專家就指出說這一次的對話呢 其實象徵意義是大於實質意義 但是呢也不要對這一次的出訪的 有沒有可能獲得一個比較大的突破抱有太多的期待 布林肯抵達北京之後將會跟誰會面 或者是他之後的訪問行程 目前也都會是北京還在規劃 甚至是比較低調保密的 但是呢這趟行程其實北京他們想要透露的是 目前美中關係是他們的關係是有升溫回溫這樣子的信號 持續關注的是疫情方面的消息 這是南韓官方在上週就表示 將會對大陸公民發放短期簽證的禁令延長到2月底 大陸在昨天做出了反制規定所有南韓到中國大陸直飛航班的旅客入境之後都必須要做核酸檢測 中方將新冠病毒感染調整為以類儀管以來 少數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旅客採取了不科學的入境限制措施 中方以最大誠意奔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有關國家進行了充分的溝通 詳細介紹了中方優化調整防疫措施的科學性合理性和當前中國國內的疫情形勢 但令人遺憾的是 個別國家仍然執意針對中國採取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 對此中方堅決反對並有理由採取必要的對等措施 好其實南韓對大陸的簽證禁令原定是在昨天也就是1月31號就要結束了 但是南韓上週就臨時決定說要延長這個禁令到這個月底 就是2月底 而同時間中國大陸也對南韓的公民實施類似的反制措施 但是也沒有提到什麼時候可以恢復 不過在月初的時候 同時也被叫庭簽證的日本公民赴大陸的相關簽證的辦理 是在1月29號開始就恢復審批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今天是新稿公民的並措施 草原定的王曹 後來是最新稿的王曹 現在雙方便處理 這項是最新稿的王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